各位迷迷你們好 講起 ML 大家一定想起 Icon 系列 有名叫 Icon 最標誌性的設計 我覺得大家一想起 ML 都會想起那個系列 其實 2013 年曾經推出過 Pontos 系列 Buntos 系列 其實 Buntos 系列也推出過幾年 大概去到 2016 年 因為 ML 打算主打全力推出 Icon 系列 所以之後 Buntos 系列就停了一段時間 到現在又再重新出動 為甚麼?因為很多標迷或 YouTubers 或中標雜誌 都說這個經典設計何時可以再重出江湖 現在就有了 還有很漂亮 其實它有三款的 有一款限量版的青銅錶 不過今天就看不到 看到這兩款版本 我現在在轉這個旋轉內圈 就要解鎖二時位置的標關才可以轉動 所以你在水底的時候 就不會不小心動了這個標圈 因為它甚至不是單向旋轉外圈 它是雙向旋轉外圈 不過你要解鎖了標關才可以做到的 二時位置就有一個調整旋轉內圈 三時位置就是調整時間和日力 亦都是上鎖的 你看到我現在調整日力 而且我很喜歡這個日力槍 跟這個錶面一樣熟 所以不會太突圓 而且在六時位置也很平衡 然後移動一格調整日力 然後移動兩格就調整時間和停秒功能 你看到這個錶面都是很有質感的 Texture Dial 六時位置寫著300米防水 這款是不折不扣的潛水運動錶 42mm的鏡頭也不會太大 讓大家看看 分針、橙色邊、秒針 其實它也有很多橙色元素 當然包括二時位置的錶圈 有一個圈的橙色 以及這條膠帶也是橙色的 真的很鎖 所以它的錶面是黑色 如果不是就太過橙色、太過鮮豔 錶面是黑色 其他就是橙色,看見扣也寫著Maurice Lacroix 看見底部,沒有做偷底 我自己有隻賓圖系列的手錶 底部也差不多 你看見它的膠帶有快插功能 所以它也會送到一條帶給你去替換 而且替換時都非常方便 它的機芯是ML115 其實也是改裝通用機芯 應該是SW的機芯 帶上7吋的手錶 其實你看見它的甩位都是滑進去的 所以挺貼手的 其實這隻Ponto S Diver 就是同一位世界知名的 Free Diver自由潛水冠軍 去一同設計的 它真的很厲害,一位女士來的 它有這個世界紀錄 就是水底閉氣5分43秒 比我30秒都已經喘氣,喘氣了 很厲害,看看它怎樣介紹這隻錶 Morice-Lacroix的隊伍 因為我認為我們共產生同樣的價值 旅遊、乘船、乘船、乘船 它們全都聯繫到自然的 這就是一件事 將我負責任、充滿我 給我這個感受的生命 原來除了潛水之外 它還會攀山和開飛機 真的跟Tom Cruise一樣那麼厲害 下次Mission Possible可以找它拍 其實它手上戴著橙色膠帶 但其實還有這個藍色膠帶 配白面 你看到白面有些藍字 有些藍色的元素 我其實覺得這隻 也挺漂亮的 多了一些斯文的感覺 總之兩隻都很棒 我之前也說過 你要出一隻潛水錶 是跟其他坊間出名的型號不同 真的很難 最出名莫過於Summerana 一個標關 有單向旋轉外圈 或者Seiko鮑魚鶴 在4時位置有一個標關 或者Longin的Legend Diver 兩個標關 一個2時一個4時 就做Compression Style 還有這個Sea Master Omega Sea Master 三時位置標關 再加10時位置排氣罰 現在這隻三時位置標關 再加2時位置 有一個可以啟動旋轉內圈的設計 坊間真的沒有太多 所以我覺得它都可以突圍而出 因為造型跟其他手錶不同 是有它自己的性格 還有另一個很棒的就是 加錢的定價 也不是優惠價 是定價 17,400港元 其他ML的Icon手錶 都是兩萬 兩萬多的價錢 現在這隻是17,700港元 300米防水 其實有些折頭 即是在說萬中 甚至更低的售價 我覺得這一個在坊間 會不會有這麼多瑞士手錶 或潛水錶當中 真的可以突圍而出 當然Icon的系列 尤其是鋼帶的系列 你也看到打磨造工 拋光是非常精細 非常漂亮的 但如果大家想要買一隻Tool Watch 看起來很硬朗 而且還要潛水錶 還有特色的潛水錶 我覺得這隻真的不容忽視 而且價錢真的很棒 其實我是在佐敦的JD Mall 中的東方錶行拍攝 大家對Icon的手錶有興趣 包括上次介紹的東方獨家的Icon銅錶 以及今天介紹的Pontos S Diver 大家都可以去到東方錶我看看 而且你說看過這個頻道 可以的了 一定會做 店舖經理、售貨員一定會做 大家總之去看看 還有一個非常厲害的消息 要跟大家宣布 這個彩蛋 那是什麼呢? 就是Maurice Lacroix 都很感謝標局 以及Wildwatch World的標迷 鼎力支持 現在就會有一個標迷聚會 就是8月3日 在銅鑼灣一個高級地方去舉行這個聚會 屆時就有由瑞士院導而來的 Maurice Lacroix的高層 跟大家見面 以及介紹一下 還未面世的Maurice Lacroix新款 大家可以第一時間就戴飽眼福 真是想起都開心 今天是星期三 詳情就會在星期四日 這個Facebook的標局專頁公佈的 名額很有限 只有20個 所以大家可以去標局的Facebook 看看密切留意 所有資訊都在那裡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不同的牌子 好像沒有訂閱 以及支持明天公佈 這個ML標迷聚會 希望大家都喜歡我今天的分享 拜拜